来看集美丽优雅智慧于一身的 志琳姐姐一直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 一个完美的女人 模特出身的她近年来是频频出演电影 而且合作的对象中 不乏各位或帅气或幽默的影帝 不过在她的心中 对各位影帝的评价和定位 好像和我们平时的认知略有不同 那各位影帝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影帝一号 刘夜 合作电影《北京纽约》 上映时间2015年3月6号 刘夜23岁就凭借蓝宇拿下金马影帝 一脸忧郁的她总让人觉得有种距离感 但自从有了微博这个东西 一直以火华社社长自称的 刘夜净显平嘴段子手的本性 就连志琳姐姐也成为了火华社的社员 不过林志琳口中的刘夜却是这样的 我觉得她还 我还蛮觉得她是那种脚踏实地的那种 那种性格 脚踏实地 原来爱刷宝的刘夜干起活来 还是相当卖力的 不然人家怎么是影帝呢 所有人的行动都要听我安排 如果有谁做不到的话 那就让她离开这些事情 而且她经过每一句话 她开头都会讲志琳啊 我跟你说 志琳 我跟你说 影帝二号黄渤合作电影 101次求婚 上映时间2013年2月12号 而在林志琳心中 同样走幽默搞笑路线的影帝 黄渤私底下也是个踏实的人 有点不一样 对 黄渤是 我是讲说她很down to her 其实黄渤的踏实 我们并不陌生 2014年黄渤有了国内首个 40亿票房影帝的头衔 结果她的第一反应 确实要回归家庭提升自我 这段时间已经忙得快 快崩溃了 后面接下来要做的是休息 多休息 然后生活 然后多看点书 多看点片子 然后带静一下 自己有点思考的时间 也不能一直是这样的节奏 影第三号梁家辉合作电影《王台》 上映时间2014年12月31号 反倒是看起来最严肃的 梁家辉在林志琳心中 才是那个最逗的人 在王牌当中 我们就一场戏见到 那时候只觉得 就觉得以前 电书是好 家辉哥 竟然真的在我眼前 她私底下也是很饱 因为印象不到 所以她也挺爱傻 对 梁家辉的逗怎么说 她会在发布会 间隙搞怪 也会在采访期间自嘲 在电影《智取威虎声》 上映期间 当问到怕不怕因为拍戏 伤到对手于难 梁家辉的回答或许 也是对她性格最好的注解 不会啊 我专业的 而且我是影帝啊 我怎么会伤害到对手呢 影帝四号刘德华 合作电影《天机父权山居图》 上映时间2013年6月9号 尽管合作了这么多影帝 但说到刘德华的时候 女神林志琳还是异常的激动 几乎立刻划新小本子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我已经鉴定过她的身 哇 刘德华 万能的神明 万能也就是说 三百六十度面面俱到 而且真的什么都懂 留在先天地影地的地位 不是白来的总可不当 我可以肯定地帮助